我们的公司非常非常注意 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当我们去请人找人的时候 我们都找有没有这种核心价值观的人进来 get the right people on the bus 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环 如果您在2005年的时候 刚好认识到维特 看到还不错的公司 你打算投了一些钱 买了他的股票 现在可能他就变成180倍这么多了 所以我们是蛮幸运的 老师说如果没有这个硬去 我们也不可能做到这个成绩 可是你是说维特是个成功的企业吗 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还没成功 只是我们感到很幸运的是 我们不断的成长 我们还不断的学习 我们还不断的去进步 所以我们本上还是很忙 每天都还在为了成功而在努力 因为我们不觉得我们已经成功了 所以还有很多东西在学习 我们很多东西每一年都在看回去 我们今年做的如何 我们明年应该怎么做得更好 怎么让大家可以更幸福 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人 其实一生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就是健康跟快乐 所以我们怎么让我们身边的所有的人 都可以在一起去达到这两个很简单的目标 怎么一般人有一个共同的理想 共同的梦想把这个做好 所以我们一步一脚印的去把公司成长起来 怎么把整个公司的整个营运都把它用一张图 把它解释好这是一个cost and effect的diagram 也是一个因缘果的这个关系我们很相信 如果我们把的因都做好把最基本的东西都做好 那么结果肯定是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当我们的动机是好的时候 过程是好的时候 好的结果是必然的 我们怎么去解读这张图呢 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我们有没有做到成正信实 我们所说的跟我们所做的有没有真正的事合为一体 好 知行有没有合一 我们所说的话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成正信实 然后当然还有承担 我们找的人我们希望每一位员工都是有这个承担的力量 可是你在看承担的外面有一层叫做customer center 这个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要承担的就是我们的客户 因为我们在一起是有一个共同的目的的 就是为创造客户为客户提供价值 所以客户一定是放在我们第一个位置的 所以我们怎么承担起把客户放在第一位的这个使命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第二个 第三个我们的核心就是我们的勇气 赚钱是必然的 可是很多企业只会去想到我如何赚钱 忘记了它最基本的这个因子 那个因子就是人 我们要就是我所说的核心价值观 也透过这样子 我们怎么把客户为我们的中心 我们怎么以慈悲做创新 我们创新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吗 还是我们希望因为我们care 因为我们关心 所以我们才去创新 所以我们的定位就是因为wecare 所以我们去创新 我们希望可以帮助更多更多更多的人 当一个企业可以有这样子的价值 可以帮助更多更多的人 那么这个企业一定有它生存下来的这个能力跟条件 所以最后就是这么多人在一起 我们怎么让他可以开开心心的工作 而且可以在不管是物质和精神上都可以一起成长的 我们说是以爱为管理 因为员工跟公司是共生的 两位一体的员工如何可以很用心很努力的为公司创造价值 为公司的货物创造价值 创造价值过后怎么把这个利益又好好的分配给大家 在怎么样一个大家庭的这个环境之下 让员工可以不断的去成长 The two most important days in life 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天是哪两天呢 很多人都知道第一天当然是我们的出生嘛 那第二天呢 这个我时常来提醒自己 这个马克杜文有说到这样子的一句话 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天 就是我们出生的那天 跟发现生而为人的那天 We have found our purpose 不管是我们的个人还是企业 当我们忘记了我们企业的这个purpose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intention 我们的动机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一个很好的方向 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方向 你怎么去把这么多好的人才凝聚在一起 得到一个共识 共资才怎么可以一起共行呢